這初風都很利 真的初風字會看起來比較有精神 那個 延正經後來初風比較少的時候就看起來比較鈍 我覺得年輕的人都寫字應該比較初風 初風就像那個俠客拿著一把劍耍得這樣呼呼聲風 老的時候就不要這樣玩了 老了就不帥了 不帥怎麼辦 就要內功身後 頓頓的 傳統的楷書經常在講那個長風 長到最後你會發現中風長風 到最後字都寫的鈍鈍的 其實那是老太啊 年輕的時候就應該寫的意氣風發 不要寫那一看就是七老八十人寫的字 年輕人就像風力啊 這樣很好 你要體會那種老的感覺 那你老了 有的是機會 一定會有一天老的 想不老都不行 那時候再來寫鈍的喔 年輕體力好 不用裝老 七 兩個數畫 促細一定不一樣 好 疊 這應該是頂出去的 對不起 所以說寫一寫還是會 寫一些壞習慣啊 字帖 你要把一個字帖寫手齁 你必須把自己壞習慣去掉齁 每次心中就只有字帖的習慣 這比較難 唉剛剛寫完那個 楚水狼就來寫這個 確實有點不適應 那個比較硬 楚水狼比較柔軟 唉 有時候覺得點都像一束 左邊短 左邊長右邊短 啊楚水狼跑出來了 唉呀 真的是 腰身寫得太瘦弱了 基本上我不太重寫 重寫一次浪費一次時間 這個內寫得好可愛 可愛在那裡 這裡一下 擠壓了一下 有沒有發現骨頭跑出來 測一下 測一下 自然就可以勾起來 彈上去 再壓一下 一下 所以它前面都有做 刻出這些動作 其實它是順勢所造成 不要先塗塗磨磨 塗塗磨磨 斬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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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再更字重 长得出息 你有没有发现 它会黏到别人的笔画 它在这一篇里面经常如此 这个欧阳荀就不犯这种 比较不会犯这种习惯了 不是错 那在这一篇里面经常如此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字才会紧 你要跟别人这样有点搭住 这字就靠得很近 就觉得哇 这个字密度很密 看起来很厚实 感谢观看